大家好 我是MIRROR 上一段影片就跟大家說 我正式開始做運動 這次的做運動 其實最主要不是為減肥 而是為我的身體健康 對 因為 又嚇了一跳 多留言都說覺得我的生活習慣 和飲食習慣是非常不健康 加上有個睡眠問題等等等等 我記得有很多留言 都給了很多建議 我應該多吃什麼少吃什麼 所以今天趁我團火還在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的三餐會吃什麼的食物 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的身體 是不可以一下子改變我吃東西的習慣 其實我以前也試過很多次 例如是吃肉減肥法 節食減肥 或者是一天只吃多少餐 或者只是喝蔬菜湯 或者什麼只吃蘋果 其實我都笑過了 進行的時候成功 但是之後又馬上反彈了 所以現在只是一開始 我也不會迫自己 說一定要吃得很清 或者是完全解蜜解蜜 我暫時都會吃一些我喜歡吃 但是比起以前吃的東西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加工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醬的食物 但是調味方面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吃得太重口味 如果用數字來說 例如1-10 大家覺得10可能已經很鹹了 但我平時是吃12-13 但是現在就會慢慢調整到10 雖然10對大家來說也是鹹的 但對我來說已經賣出了很大一步 我希望藉著這樣慢慢調整 我就可以去分一個正常的口味 今天除了吃三餐之外 我也打算去做運動 好 現在就吃我的早餐 買了很大袋的番薯回來 想著最近的食糧呢 都會多些應用番薯 好了 但是很幼 我覺得我下次應該不會 買這隻番薯 先試一下甜不甜 非常甜 忽然想起 是不是好像說這隻小的番薯 會比大的番薯 我看到大家說牛果不可以吃完整個 所以這次會吃半個 這個牛果是有點生 早知道我放久一點 先試一下 聽不聽到很清爽的聲音 然後我在Market Curly都買了一些半熟蛋回來 其實雞蛋我不太喜歡吃就這樣煮的雞蛋 但自己又比較難控制 而我是挺喜歡吃半熟蛋的 半熟蛋是加什麼都好吃的 無論你加拉麵 或者沙律 或者你做麵包 那些蛋漿 爆出來的時候 哇 哇 我應該買了那個雞蛋分離器 就不用這麼厲害 調味方面真的很怕被大家說 所以 放超簡單的玫瑰鹽 黑胡椒 青涼汁 好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我都不敢相信我會吃到這麼清淡 開動 但幸好全部的材料都是我喜歡的食物 其實有沒有人是不喜歡吃辣果的 我覺得應該沒有 這碗食物裡面 有鹹有甜有酸的味道 是好吃的 真的一定要煮半熟蛋吃 我覺得好像我這樣的情況 我本來吃了很濃味 然後又很刺激的食物 我不可以一下子把我的清淡變得很清淡 否則我接受不到 應該可能這個星期 應該不會特別把調味減少很多 但是 就會加少一點醬 反正從現在開始 就吃多一點 健康一點 還有食物的圓形 好 大家都先聽著 超好 剛剛收到CacaoPay的卡 哇好可愛啊 Rion Rion真的瘋了萬千的少女 他其實就不是銀行卡 因為韓國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卡 有水龍卡 有水龍卡 查卡 我也不知道 總之有很多 但是這一張就不是銀行卡 它是我們平時用開的CacaoTalk 去發出的一張卡 因為CacaoTalk裡面有CacaoPay的功能 而這一張卡 簡單來說就是 把裡面有的錢 直接就變成 但是這一張卡 可以把 譬如現在有13萬9千元 這張卡 其實就等於 直接把這19萬可以 就可以在店裡付錢的時候錄 但是平時 多數銀行卡 就會有這個 比霸通的功能 但是這一張 因為它不是銀行卡 所以就是 沒有的 但是因為它的外形 所以在泰國 我猜百分之九十%人 申請這張卡 都是為了 要它的樣子 而不是真的要用它 其實我都在想 我應該都不會用它 我都是 用來浪費命 好了 那韓國 終於 真的比較進入夏天 因為現在開始可以穿短袖 所以 我現在就打算 把這件衣服拿去乾洗 就打算吃牛扒 還有 我覺得我要吃點飯 不過飯的量可能會減少一點 就是大家最討厭的西芹 我也是超喜歡吃西芹 西芹減肥好啊 吃沙律 我覺得買一個這樣的碗 回來 然後呢 稍後洗完菜 就直接放進去 然後就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不停 這樣去拼 好 這樣給大家看 你看它拼了這麼多水 乾到很順利 但是煮就煮完三塊了 因為不想煩 然後油呢 我最近買了這個牛油果油 它跟橄欖油的營養成分 熱量也是差不多 聞香吃下去 都是它香過橄欖油 其實本人 我本人不太喜歡橄欖油的關係 所以我就 用這個 牛油果油 就要煮成分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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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半碗飯 這個是黑醋的製作 它怎麼都比沙拉醬好 所以呢 會加一點 好 就這樣 可以嗎 我怕被大家罵 好 我的午餐 我想說剛才我那個番薯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所以這裡就有一塊牛扒 半碗飯和大量的西芹 我覺得呢 我以後未來的很多餐 這些小番薯都要長半碗左右 好 等下吃完這個 待會就會去做運動 之後回來就做了晚上的餐給大家看 剛剛去了做運動回來 然後正在看大家的留言 看到大家都很關心 感謝大家 我會努力的 為了我的身體健康著想 好 我的晚餐 剛剛下街順便買了麥包回來 打算明天可以做早餐 乾杯 煮的 謝謝 烘烘 鍋子 切成 鍋子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不好的就是 我覺得硬油果油的顏色太深色 所以炒這些淺色的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會黃一點 炒洪蔥是想把它的辣味清除 然後去喝點甜味出來 一同時想要它清脆的口感 如果把它煮的話就軟了 然後我買了這個即食雞孔 然後把它燒熱了 大量的菜和雞胸肉 不知道有沒有味道呢 為什麼會把沙蘭花、洋蔥和菇炒完呢 就是因為之前我買沙律的時候 我吃了一間沙律 沙律的基礎基本上都是炒過的菜 然後加一個很清爽酸酸甜甜的汁 因為我覺得超級好吃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也可以這樣做 因為如果我買了一盒沙律 我都要一萬二萬三瓣 但如果我自己做的話 其實都節省不少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做 我覺得跟自己做的一樣 它的調味就是鹽和黑椒 沒有其他調味 但它的雞肉是很嫩的 所以吃下去不會覺得粗 不過其實這些沙律都是貴 一塊都要二千多瓣 如果長天吃的話 都是買雪藏的大很多 可能我之後也會買雪藏的多過這些 因為反正味道就是鹽和黑椒 好 現在就要下妝洗澡 然後就睡覺了 希望我這個健康的習慣 可以慢慢地培養到 和一直維持下去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分享 我要給大家看我的水房 我算是的起心肝 弄好了一個我的梳妝台 是 這個圓鏡其實有一點貴 但我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的大小剛剛好 我也坐在這裡 化妝服裝剛剛好 而本身後面這裡也是一塊鏡 但我不希望兩塊鏡可以互相看到 所以我就把後面這裡封住了 這個位置很暖 雖然現在也不是很正結 但我也撿了很多 變成這裡 這一堆我平時真的會用到的化妝品 我已經斷舍來了很多 而這一部分呢 這一部分就還沒想弄 但這一部分就是護膚品 長身的話 貼了一點裝飾 讓它沒那麼悶 所以現在 這個寶寶燈 我看到Liz買了之後 然後我問她 覺得好不好用 她說都蠻推薦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so far都不錯 但我想說 真的弄了這個位置之後 我在房間逗留的時間是多了很多 因為現在整間房的氣溫 不是氣溫 整間房的氣氛都不同了 是很舒服的 搬來這間房子已經年紀了 但也覺得好像新屋一樣